我们今天要办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警示图文 对于我们国人跟保护国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看了这些照片总是觉得不太舒服 这就是抽烟对健康的危害 烟害防治新法上路 规定烟河警示图及戒烟相关资讯的标示面积 不得低于最大正面的50% 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那在去年的1月份 在立委案通过我们的烟害防治法的修正 那也正式在3月22号正式实施 那其中第9条的一个规定 就是烟河的容器包装必须要 警示图文要不得低于50% 换句话说它要比50%来得高 那么这个实施的日期 就是给业者必须要有一年的缓冲期 那这一年的缓冲期也即将在今年的3月22号到期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们的国民都能够了解 这个烟河的警示图文必须要大于50% 那不认识换售端或者是制造数据业者 那所有的烟品的包装都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国际上大家也认识 大家都知道CN有害健康 但是相对的这些警示图文 那是世界上就是欧盟所公告 那么给全国世界各国来做一个参考的意见 所以我们这些警示图文得到欧盟的一个授权 能够要来使用 来给我们的制造业者来做标示 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警示图文 可以让我们民众接触的人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图案 那其实这也不是恐吓 那即使这些实际都是实际发生的一些案例 那就是因为跟CN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上去的图文绝对是跟民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业者 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我们在3月22号以后 就会加强来机场 那这一段期间 我们也跟业者之间有很多的沟通 那也请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 都有去这些换作业者 或者是这个来做宣导跟辅导的作业 修法前景规定不得低于35% 因此刑法增加警示面积 希望民众看到图片后 有感抽烟对健康的危害 促进吸烟者戒烟 我们的制造输入业者 如果违反3月22号 如果违反这个烟品几次图文 或大致50%的规定的话 最高会采法500万 那我们的贩售业者 就是不管是便利商店也好 大型量贩饭店 或者甚至我们的甘麻店 冰藏摊 只要是贩售烟品的业者 贩卖业者为者 就要最高罚5万块 这也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也一起 如果有发现违法的部分 也可以来检举 0801 531 531 或跟各地方政府的部分 来做这样的一个检举 那我接下来这些照片 其实是我们两个礼拜前 我跟我们的科长跟同仁 到相关的商店去看 那我们要执法前 其实我们自己也去了解 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两周前的状况 那我们也会关注322实施之后 我们要依法来执行的部分 那在两周前的部分 其实像冰藏摊有一些部分 那我们也问了业者 业者说那个上面的通路 已经要再做回收 那他们会在322前 会依照我们的法令 赶快来做这个更换 五金杂货行 我想也是大家也会常 民众会常去的部分 那所以有部分的品项 他们已经在这两周 会陆续来做这样的一个更换 那大型量饭店 我们也是有发现说 他们已经早在322实施前 其实仅是图纹扩大50% 包含摆设跟相关的部分 他们已经都全面更新了 那大家也会想说 像那个全台各县市都有的部分 还是有部分的比较 那这一个我们的同仁也问的业者 那他们会配合在322之前 把上面的这一排 其实也会全部一起来做更换 那这个是原包装的这个烟盒上有改变的话 那个贩售点的这个砍棒 跟这个压克力板上的图案 也都会同步来更新 那大家也会想说 这个因为他有不同的业者 那不同业者他在源头制作的时候 就会搭配这个不同烟皮业者 他的一个更换的时程 那我们目前也发现像这个便利商店 还有部分的这个商家 其实我们大概都已经有一些内容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两天 也会再请各县市、地方政府跟卫生局所 再来做相关贩卖点的一个 去做这样的一个EVA 扶导跟处理的部分 那我想这一个警示图文 大家也都很关注 扩大到50% 国际的经验也发现说 警示图文扩大之后 对于有吸烟的民众 其实他的戒烟需求会增加 特别是刚刚我提到的 这里有讲到这个小孩子影响是很大 那我们的聚烟兼兵 他就会劝戒家里面的家人 有吸烟的朋友 来善用我们的戒烟服务 那我们全台有3500多家的合约意识机构 跟我们0800 636363 特别是每个烟盒上面 其实都有印制这一个免付费的戒烟专线 0800 636363 也欢迎我们有吸烟的民众 或者是有家人有吸烟 来善用我们这样的免付费的戒烟支援 以每天吸食一包烟为例 尹君子每天至少会看到烟盒20次 累计一年 接触警示图文频率达7000次 盼看久了能发挥警示效果 让吸烟者自主拨打戒烟专线 增强戒烟决心 联合请示图文 扩大至50%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